那个杂念妄想是在造业 这很多人不知道吧 我没做坏事 动一个窝念就做了 所以痴迷念佛的时候 只叫你不起窝念 不但窝念你不起 六道里头的善念也不起 你起善念 感到的是三善道的国宝 窝念是感三窝道的国宝 善念我念都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一句阿弥陀佛 六道轮回里头没有 他不在有道 阿弥陀佛在西方揭露世界 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念佛 念佛不造业 念念是阿弥陀佛 这叫敬业 他跟西方净土相应 那么这个地方特别 我们要留意的 这里的一句话 这都好懂了 指方立向 设心专注 祭辞妄心 持佛名号 念一佛名 念阿弥陀佛 唤出百千万亿 忘念 咋念 这句话重要 那念佛什么功德 这就是功德 真实功德 不念佛的时候 你有妄想 你有杂念 一句佛号 一直念下去 你就不会有妄想了 就把你的妄想 杂念念掉 这叫真实功德 那个杂念 妄想是在造业 这很多人不知道 我没做坏事 动一个我念就做了 所以痴迷念佛的时候 只叫你不起我念 不但我念你不起 六道里头的善念也不起 你起善念 感到的是三善道的国宝 我念是感三我道的国宝 善念我念都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一句阿弥陀佛 六道轮回里头没有 他不再有道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念佛 念佛不造业 念念是阿弥陀佛 这叫敬业 他跟西方净土相应 所以一念佛后 如佛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那我们回头想想 世尊在大臣教里头 常讲的 一切法重新享受 我们本来是佛 现在念念都是佛 他怎么不成佛呢 在释法界里头 取最高的果位 佛果 还要超过 有十法界 他还没出十法界 念阿弥陀佛 超越十法界了 西方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也超过了十法界 这个四十 一定要知道 接近 稳当 所以 能信 能愿 能信 这是无比的智慧 不是真正觉悟 真正真实智慧 在地生当中 他不会取这个法门 那念到成熟的时候 就入波尔法门 奈望门锁 这个门锁就代表相对 门锁 波尔了 心无所住了 不住所念 也不住能念 能锁都不住 可是这句佛号 清清楚楚 明明得得 这个经济 暗祸 道庙 道庙 金刚经上 所说的一句话 无住身心 为什么说 它是道庙 慧能大师 在这一句 开悟 那我们中国俗话讲呢 在这一句里 就得到的 那 无族人和尚 给他讲金刚经 当然是讲大义 因为六族不认识字 那肯定没有看金本 讲到应无所住 二身其心 他就 豁然大王 明心皆心 那个时候 六族 二十四岁 很年轻 那五族 把一波就传给他了 半夜 一波传给他 叫他赶快走 什么原因 祖师也是表伐 给我们看的 也是叫我们学习 嫉妒障碍 不能避免 神秀 跟无族多少年了 在同学当中 他是首座 班长 世人和尚的助教 你看同学们讲 哎呀 无族要传罚了 大家心目当中想 肯定是传个神秀 怎么会是别人 现在一波传给一个 从别的地方来的 大家都瞧不起的 寺院里那么多人 一千多人 那些人心能服吗 无族怎么办 一波传给人 别人 不可能的事情 肯定 要去把他追回来 大哥老后生年岁大了 一时糊涂 把衣服 穿给不相干的人了 所以屋子得赶快躲 最后你看 躲在猎人队里 躲了十五年 十五年 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 他就出来了 这个教训呢 我们要记住 释迦摩尼佛 当年是开悟 到处讲经说法 基督真多 六思外道的基督 那是其他宗教方面 这是外人 家里面人有没有基督 有 提婆大都 这头一个基督他 佛有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能 能包容他 能够回避他 这个能力 这些都是 世纪给我们看 佛祖 成就 都是那么样的艰难 我们要想的时候 平平安安 文文荡荡的成就 哪有那么大的福报 所以 这一切障碍是不能避免 要用智慧 要用德心 要用耐心 去克服 一切障碍 对我们来讲 都是考验 我们观观都通过了 都极客了 你就成就了 有一观通不过 你就堕落了 这一堕落 要不知道 要到哪一生 哪一世 才能够再接着修 真意修行人 真正想在一生成就的人 不能不知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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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